一起温暖的地 生命电视与你 一起温暖的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有《法剧经》故事集里面 佛陀当时弟子们修行 还有佛陀的弟子们所遇到的这些世间的人 他怎么样子来看待佛法 然后由佛法跟世间法的对照 让我们可以做一个有智慧的抉择 所以由《法剧经》的故事 我们可以了解佛陀当时的高度 还有同时有没有世间的人 他还没有了解佛法 对佛法的一些可以说是怀疑的问题 所以佛陀的抉择 佛陀的抉择 佛陀的抉择 让我们可以做一个对照 世间法跟佛法 我们可以得到真正利益的 就是要了解正法 这就是佛陀来教导我们的真正意义 让我们了解世间最正正的方法 就是要了解我们自己的生命 可以解决 我们自己的烦恼的方法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佛法的真正的目的 所以在世间的这一些的学习 实际上都要让我们能够往内 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 所以在现代我们可以说 有很多的挑战 生活的挑战 还有种种的世间的学问 那这一些可以说 让我们培养对世间能够承担的能力 可是如果我们没有真正有一个 了解自己生命的一种正确的方法的时候 我们在这些过程里面 还是容易起忧悲苦恼的种种的烦恼 所以在世间的承担 我们培养的力量 那我们也更要学习正确的方法 正法 也就是佛法 来了解自己 然后让我们的生命呢 更能够提高它的意义性 那这样的时候 我们应该可以对世间 还有更加积极的力量来承担 所以在佛法的学习里面 我们也要来从我们生活里面 有一个真正的实际的作用 就用在我们自己的身口一三叶里面 所以法剧经故事集里面 真人实际的事情呢 让我们觉得这些有证悟到圣果的 或者是跟佛陀学习的弟子们 那有很多呢 他们也都是从一般的凡夫 然后听闻了佛法以后 真正得到法义的 所以也让我们知道佛法是确实可行 那我们也应该能够从中来真正学习 而得到利益 那我们再继续要进入了 是第八品千品里面 第五个故事 还有我们也要连结第六个故事 乃至有时间我们再连结第七个故事 都是有相通的 也就是对于我们世间要怎么样子选择 我们要得到利益的对象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阻止的相关性 我们可能把相关的故事就一起来了解 那对照的法剧呢 就是106、107或者是108 提的也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做有意义的供养 所以在106的法剧里面 提到的是 与其百年之内 每个月都供养成千上百的牺牲济世 不如请客之间 供养修行的人 如是供养 甚过百年的祭祀 那这句话 主要的就是要让我们知道 我们花很多的时间来供养很多的牺牲品 来做没有真正意义的祭祀 这个牺牲也就是像说我们在祭拜 然后呢就会用动物来做这个供品 所以叫做牺牲品 那台语就叫做行类 就是用这个动物的这个 这个祭拜 这样的方式 那这些的方式呢 等于第一个它要杀害有生命的众生 那第二个就是所祭拜的对象 它并不是究竟的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可能会有一些福报 也就是说那这些对象到底是什么 我们也不了解 那如果说祭拜的对象是属于天啊神啊 那可能要借用天跟神的福报啊 来赐福啊 可是如果天跟神是有福报要赐福给我们 那为什么一定要去牺牲这一些同样 本来有宝贵生命的这些牺牲品啊 这些众生啊 那这样不是很残忍吗 所以这样子的行为基本上呢 就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那如果在对象 说我们能够供养修行的人 那这样的供养呢 它就胜过百年的祭祀 也就是这些无谓的这种牺牲品的祭祀啊 你供了一百年 你做了这么多 那还倒不如呢 就是供养一位有修行的人 那就等于就是说 一个有修行的人 你供养他 那因为他是在做有真正有利益的事情 像一个这个圣者欧罗汉 为什么我们供养欧罗汉的功德很大呢 因为欧罗汉本身是断除贪生吃烦恼 那他是在一种就是跟我们这个世间的本体 跟我们一个生命可以了解真相的这样的状态 那我们供养他的时候呢 他就等于是把我们供养的功德啊 他直接就可以呈现出来 也就是说我们起的这种恭敬心 这种供养那让欧罗汉 让有实证的这个圣人啊 他保护了他的肉身 然后呢 他可以再进行做他有利益的事情 那就等于是我们的供养 也参与了这一件有利益的事情 就是也参与了这个圣者 他的成就的一部分啊 所以我们等于是随喜功德 我们是供养功德 那这样子就是我们所供养的对象 他是不是真正有修正的 那是很重要的啦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开示里面呢 也就是要让我们知道 当我们在做供养的时候 我们要做有意义的供养 而不是说我们只是好像热闹啦 然后我们做的乃至是不正当的 就是牺牲这个众生的生命啊 所以这样的一个对照呢 是让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 那在对照的这个故事里面啊 也是提到第八个品里面 第五个故事 就是往生犯天的方法 那这个故事主要的是 摄利佛的叔叔啊 那他是婆罗门 也就是印度的这个宗教师的阶级的一份子啊 那有一次呢 他就问这个 就是摄利佛问他啦 也就是问他的叔叔 也就是说他有没有做过任何的功德啊 因为在这个世间呢 要做有功德的事情是很重要的啦 就是我们有做过利益别人的事情 那就是有功德 那另外也就是 以我们自己的修正来说呢 就是我们自己的修行 克服了自己的贪生吃烦恼 那这一些呢 就是我们自己自修的功德 那当时呢 摄利佛就问他的叔叔 说他有没有做过任何的功德啊 那他的叔叔呢 就回答说 他每个月都供养裸身的苦行者 也就是在印度当时啊 有很多这一些 就是不穿衣服啊 那就是裸身 因为他认为呢 就是不要使用世间的任何的资源 那在佛陀的时候呢 就是有奇纳教 也就是裸身者啊 那他们呢 就是绝对的苦行啊 所以这个跟佛陀的教法呢 就是不一样 因为佛陀的教法主要的是 要用我们的心 来观照我们生命 所献出来的所有的事物啊 他的真实状态 也就是要保持我们的正知 能够这个觉知 这样子的观察 那并不一定说 我们要舍弃所有世间的这一些 我们应该维持我们肉身的这一些必需品啊 所以基本上我们也要吃喝 然后衣服呢 他是也要让我们可以遮我们的身体啊 所以这一些呢 都是一个基本的需求啊 那当时呢 这个瑟利佛的叔叔啊 就告诉瑟利佛说 他每个月都有去供养 这些裸身的苦行者 而且呢 他有一个目的 也是希望呢 将来他往生的时候呢 能够往生犯天啊 我们说这个世间存在的现象啊 有天人地狱二鬼畜生啊 这个是在我们说的这个六道里面呢 还没有解脱的状态 那天又有分好几种天啊 因为佛陀讲的是觉悟之道 可是呢 佛陀也让我们知道说 这个世间所存在的真实现象 所以有三恶道 还有三善道 那三恶道就是地狱二鬼畜生啊 那三善道呢 也就是还是有修过福报 或者是修过禅定啊 所以呢 可以成为人 或者是天人 天神 这个是善得多 那如果又成为阿修罗呢 也就是有福报 可是呢 他的脾气啊 称恨心啊 还是比较强 所以这样子的分别啊 就是还没有解脱 如果我们的贪嗔之烦恼 成为圣者之前呢 我们就是在这个六道里面轮回 就是随着我们所修的 还有我们的这个善恶的夜报啊 而来决定我们是在哪一道 那瑟利佛的叔叔呢 他应该是没有真正学佛啊 所以他是希望能够生到善道 可是呢 他借着来供养裸身的苦行者 他希望能够生犯天啊 所以 这样子的不正确的一种想法做法 那瑟利佛呢 就告诉他说 他的老师啊 也就是他的叔叔所供养的这个裸身的苦行者啊 并不知道枉身犯天的方法啊 也就是说裸身而苦行啊 他并不能够借用这样的方法说 那我就是不穿衣服啊 那这样子来修 这样的方式就是在修苦行啊 那这样子到底能够得到什么果呢 没有啊 他只是裸身而已啊 那这样子怎么可以升天呢 他只是一种自己以为是的这种做法嘛 所以呢 当时 瑟利佛告诉他的叔叔 这样子的一个事实以后啊 他就带着他的叔叔去见佛陀 而且呢 请求佛陀向他的叔叔开示说 怎么样才能够 确实可以往生犯天的方法啊 那佛陀呢 就像瑟利佛的叔叔说 你供养一汤匙的食物给真正的圣人 比你供养那些不值得供养的人更好啊 所以当时应该是佛陀 也有教导这个瑟利佛的叔叔啊 应该要能够就是修禅性啊 能够把持自己的心念 然后呢 就是能够得到这个禅修的清安啊 那这样子的时候 他是可以得到天的福报啊 可是佛陀的教导 也不是说他的目标呢 只是要众生啊 就是能够往生犯天啊 因为佛陀的教法呢 真正的目的是要我们 能够断除贪生吃烦恼 能够挣果 所以在这样子的对照的时候呢 才能够知道说 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选择 所以不只是要生犯天而已 那在这里 法剧经的故事呢 它主要的就是要对照 这句法剧啊 也就是说我们要供养的对象 是有真正有修行的人 所以在这里面佛陀像摄利佛的叔叔所讲的说 你要供养一汤匙的食物啊 你也要真正得到利益呢 是供养给真正的圣人 如果你供养是没有真正修行的利益的人 那这样子呢 你也没办法得到供养的功德啊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对照 主要的是因为他的叔叔呢 是有求的 他是希望能够生犯天的 可是他要以供养这种裸身苦行者 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子去犯天 那他怎么样能够去利益 一个供养的人他想往生犯天的这种目的呢 所以等于是没有这种实质的利益的行为啊 那所以这样子的对照呢 是来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要得到一个目的 那我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做的供养 那这个对象是不是真正可以给我们得到 这个我们所求的目的呢 所以也要有这样的智慧明辨啊 那当然如果我们说的 我们佛法也有说要重视布施啊 那布施的对象那就不同了 布施的对象是有穷困者啊 有需要的人啊 那贫苦的这些人啊 那这些都可以就是布施嘛 那这是救济 那救济的时候是只要人家有需要 我们就就是救济他布施他 可是如果我们是有一个需求 那我们要知道说 那我为了这个需求而去做的供养的对象 他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呢 所以我想这个法剧故事里面啊 是在让我们知道 就是说我们希望达到什么目的 而做的这一些的行为啊 我们要有智慧的这种选择 那下面的这个第八品里面的故事呢 他也是有相关的 也就是说提到啊 这个火迹不究竟 那也是瑟利佛的侄子 他是一位婆罗门啊 那这位侄子是不是 我们前一个故事的熟熟的孩子呢 不知道 可是以他是婆罗门也有可能啊 那有一次呢 是因为瑟利佛呢 问他这个侄子 他也没有做过任何的功德啊 结果他的侄子 就回答说有啊 他每个月都在火迹中啊 牺牲一只羊 也就是说他提供一只在火迹里面啊 要祭拜的这个羊啊 要祭拜的这个羊啊 因为在印度啊 这个婆罗门啊 他们要祭天 所以常常用火 来烧这个牺牲品啊 那尤其有烧马啦 就是马祭 有的呢 就是羊 就是用这个羊来祭拜 然后呢 是用火烧的 那当时他这个侄子呢 也说他每个月都提供一只羊 来做火迹的这个牺牲品啊 那他是 有 以为他这个就是功德啊 而且他的期望是 他将来能够往生 犯天啊 那瑟利佛呢 也告诉他说 那你的老师 教你 每个月 来做这样子的 牺牲一只羊的火迹的这样的做法 实际上是错误的教法 而且他的老师 根本就不知道 怎么样能够往生犯天 而且 瑟利佛的侄子的老师 也根本就不懂得 怎么样子生犯天的方法 也就是说 他的侄子希望往生犯天 而去供养一只 婆罗门在做火迹的这样的一只羊 那他所希望的生犯天 他的老师也不知道怎么教导他 只是依循着 他们自己在做火迹的这样的行为 而要他提供牺牲品而已 所以瑟利佛 他作为佛弟子 他当然知道 怎么样生犯天 就是犯天的 他的一个德性 是怎么样子能够成就的 应该是要靠禅定功夫 靠真正的福报 那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当然在佛法的修行的诉求 也不是究竟 所以瑟利佛只是先告诉他说 你这么做 那你的老师要你提供 这个火迹的 的牺牲品 要供养一只羊 那这个呢 根本就是错误的方法 所以当时呢 瑟利佛就带着他的侄子去见佛陀 然后请佛陀教导他 怎么样子才是能够确实 往生犯天 所以当时呢 佛陀就告诉他说 你请客之间 鼎礼真正的圣人 比火迹牺牲一百年好 也就是说 你能够鼎礼一个真正的圣人 那这个圣人呢 就是基本上是要断除 贪生之烦恼的 那是以欧罗汉来说 那欧罗汉他没有贪生之烦恼 他的念头呢都是清净的 那如果因为我们鼎礼欧罗汉 然后欧罗汉呢 起一个善念 回向给这位供养礼拜的人 那这个供养礼拜的人呢 就马上就可以得到 犯天的这种利益 所以佛陀呢 当时啊 就告诉这个社利佛的侄子啊 就是说 我们在还没有自己有修行的时候 那我们是要求福报 而得到身善处的这样的功德啊 那至少我们要选对我们供养的对象 那不然的话呢 像 摄利佛的侄子之前 他跟随的老师还要去祭拜一只羊啊 那不是要造业吗 然后 还要去求说往生饭天 那等于是有矛盾 所以 这样子的一个选择呢 也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老师 然后 来让我们做正确的行为 即使是我们在修福报 所以要有一个正确的老师 跟正确的方法 何况 我们 只是在修福报 也是一样 所以 这样的一个 抉择啊 我们也要很小心的学习 那我们来将学习的功德来做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士从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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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净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帐号 19965232 19965232 沪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高雄生命书方举办 传授八观摘戒 礼拜八十八佛鸿鸿饱灿 念佛绕佛护生 即甘露诗时 恭请赞山法师祖法 日期一月十五日星期六 上午八点半 地点高雄生命书方 高雄市信心区中山二路 四百七十二号七楼 恰询电话 零七二二一二三二三 零七二二一二三二三 静邀菩萨参与熏席 同瞻法义 共睦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现场备有免费消灾操建牌位 欢迎提早填写 新逢元宵佳节吉祥日 高雄生命书方 举办公佛摘天 即恭送普门品 恭请惠泰法师 湛山法师 共同组法 日期二月十五日星期二上午九点 地点高雄生命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 472号七楼 恰询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静邀菩萨参与熏席 同瞻法义 共睦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